说到黎明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,他是我们所公认的四大天王之一,并且在四大天王当中,虽然他的名气是相比刘德华他们要稍微的低一点, 但是他的眼值真是最高的那一个,我们要聊的就是黎明很不幸的一份感情,说起了吉儿,我们不得不替他前千王嫂的身份,他在二十八岁时,嫁给打他十四岁的黎明,成为千王嫂, 本以为幸福会一直持续,沙纳结婚四年后,两人便以离婚收场,但即使这段婚业并不长久,黎明与黎吉儿之间的爱恨纠缠,还是让大家接近乐道, 尽管婚姻时间很短,不过在和黎明生活的四年时间里,乐吉儿对于买买买和吃喝玩乐,从没停下来过,有消息称,乐吉儿花钱无流水,党媒报道他四年时间花了七个亿,然而,幸亏他们找到了他们各自的联系, 现在,乐吉儿,三十八岁,第二任妻子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美国两代人,他似乎把所有的想法都投入,而感情,幸运的是,又一次嫁入富豪,前段时间乐吉儿在某平台晒出了一张母子合照来庆祝圣诞节, 这片中乐吉儿戴着一顶圣诞帽,儿子也穿着一身红色的圣诞装,后面还有一株圣诞树,看起来非常的幸福。